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资深艺人孙岳孙春树过世了 享受87岁 而另外这位资深艺人 你应该有印象他是冯宝宝 冯宝宝是港星 他是童星出身的 最近传说冯宝宝身体也不好 长得脑瘤 需要进一步的开刀 也祝福他健康 要选举了 这次警方三天当中 抓了300多位的制评对象 很多大哥小弟都被抓 深夜十分黑衣人聚集 收支刀蟹模样凶狠 前面带头指挥的 就是天道蒙太阳会台北分会长萧真文 欲有纠纷动辄纠重寻仇 砸电开枪看人样样来 刀光剑影经常酿成死伤 警方长期锁定这些帮派分子 选前北中南大扫黑 短短三天共减速41名制评对象 小弟也多达269人 总共逮了310人 其中还有人有统促党背景 相当敏感 针对竹联邦一共扫了6个堂口 4名成员具有统促党身份 其中最有地位的是他 竹联邦虎堂前帮主 绰号楞子的朱家迅 是统促党乾隆党部首席顾问 张政务摆出来刀枪毒品相当可观 监警合力扫黑 这只是第一波 后续还会全力扫荡 选举将近 冲派黑势力介入选战 警方不敢大意 欧警察这次短短的时间 抓了这么多的置评对象 这个条件跟这个成绩 是不是真的好棒棒 其中是不是还有很多 真的是大咖的人物在里面 其实应该这样讲 因为选举到了 警方例行性的 一定要做出一些大动作 进化选前治安 那这通常我们也称为就会 村庄庄这是警方的大拜拜行动 所谓什么叫大拜拜 要拜一下 我们人做酒啊 绕境啊 大拜拜就要干嘛 盛大 电一下 电给我们看 那实际上它的意义大不大 其实不见得 不大 因为你看 中华民国警方 从民国大概70年代 一直少到现在 已经少了三十几年了 对哦 对那三十几年 那你看看 台湾的治安 虽然我承认有变好 但是在社会的依难处 还是很多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发生 说得好 很多民众还是受害啊 是 那你看这一次警方少了对象 他一共少了三百多个人 那当然其中一定会有几个指标性的人物 或是大咖的 那当然其中有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就是 朱家讯 我们竹联邦前虎堂堂主 够指标吗 对 那为什么要承他呢 那他就是延续了之前 警方在大力扫荡统促党 张安乐旗下的统促党 然后来衍生出来 因为过去他是统促党的顾问 对那当然 其实这一次涉及的是说 侵占人家法拍屋 然后跟人家要和解经 好 那可是其实 朱家讯他已经退出戶堂很久了 所以其实 这些年来他比较少去参与了很多的帮派活动 那可是 毕竟嘛 我们讲人在江湖 你要养一些小弟 你还是要有一些收入 所以他就变成做这种所谓的法拍屋啊 他这种生意 会不会帮人家讨债 最主要就是说 他不是因为这些讨债行为被盯上 他是因为 他是统促党的成员 照您这样说 真正大伪的没有抓出来喔 其实真正大伪都没有出现 哎呀 真的都没有出现 而且更明白一点讲 历年来也都没出现过 哎呀都不抓 是抓不到还是不敢抓 还是不能抓 其实我跟你讲 大伪的都很会切割 那做大事的时候 他们不但不会不在场 而且搞不好在你在下手之前的好几个月前 甚至几个礼拜前 他们早就出国去避风头了 然后就塑造我根本人不在台湾的证明 那你怎么去抓他 你怎么签好像都签不起来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些都是大伪的一些行动 像这 每次扫黑都一样啊 这个在台湾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你要知道警方何时扫黑 对你去问警方 警方不会跟你讲 警方不会跟你讲 对他怎么会跟你讲 这个是搜索行动 不能讲 这是惊讶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只要观察一个指标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如果你有认识的黑道兄弟 突然间 你觉得他们最近都出国旅游去了 避风头了 对突然间 这个国安大哥 这个要去欧洲 若鱼大哥要去美国 大哥都出国了 怎么大家都 最近不约而统了都出国去玩 可能玩个十天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那其实就是代表警方最近一定要扫 根本不是秘密 对 其实根本都不是一个秘密 所以我为什么前面会讲说 这常常都是一年好几次的大拜拜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好 一定要做 只是说他的实质意义一定要达成 好那我们另外看到 那这个还扫到竹联邦雷堂 竹苗分会的分会长张一文 雷堂的会长 对 然后还有 很特别的离港乡 屏东的离港乡 代副主席 于有志 他的作案手法也很特别 相代表是黑道 做相代表很多 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也有提过 很多人想要出来竞选 有黑漂白 对 那于有志他在地方上的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 你这个地方他是升为副主席 那你会知道 这一块土地譬如重化过 或者那一块土地要收归公有 那干嘛 一定要补偿给地主 地主一些补偿金嘛 那他最 他就知道最能够掌握哪些人领了补偿金 敲诈地主 对 然后敲诈地主 旗下小弟带枪 然后去压这些地主 你要交点钱出来吧 对不对 好歹我们这些对你有功劳啊 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也是有帮你去处理的啊 反正就硬要这些东西把钱吃过来 所以他就被提报自贫流罢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哦 这个那个天道蒙太阳会台北分会的费长 那个分会长萧真文 那他在道上你就小有名气了 在台北市 因为他有个外号叫韦小宝 他叫韦小宝 韦小宝 为什么 韦小宝的特征是什么 七个老婆 女人很多 对女人很多但是他不是 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点子特别多 就是弄人家的点子玩人家的点子特别多 那像他本身就拥有所谓酒店啊 在酒店为市 还有在经济公司 他底下开经济公司 带很多传播妹去放到各酒店去 但是你看哦 我譬如说我底下有200个传播妹 我要放到各个酒店去 那也要看人家 第一个酒店收不收 也是 万一是不对盘的档口 我自己都要做我自己的生意 我干嘛收你的传播妹呢 那这个时候他二话不说 马上就是带着一对 你不收我的人 我就杂电 强行用你收 对 杂电 那问题是哦 你杂电也要有个理由 如果你没有理由去杂电 那人家报案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你是恶意的 好 那他就会有很多小弟 譬如说他就会派个几个小弟 先去你酒店消费 去喝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借故 我这个酒钱算太贵 小姐太丑 来得完呢 怎么样 然后故意来乱 乱他就有理由说 你们欺负我们兄弟 然后我来去查你的店 那他做事的 那个手法是蛮凶狠的 像有一次他旗下的小弟 去一家酒店消费完之后 就借故跟店方起了纠纷 对方是竹人帮龙堂的 好 他马上叫了25部车 那个小轎车 载了所有的弟兄 直奔龙堂堂口 25台哦 对 车队都来 然后也不分青雄照白 一看到从堂口里面走出来 就拖了驾上车就跑 他跑到哪里 到这个士林的中正桥上 然后直接拿刀砍 拿铁棒打 把人家打得昏迷重伤 那另外当然人家雷堂 他动过的帮派包括 竹人帮雷堂 竹人帮龙堂 那问题是雷堂的人也不甘示弱 哇塞 你要抢我们地盘 雷堂可能会打的 对 雷堂也是这些战斗部队出身的 对 无数高手在里面 好 所以就对他反击 那甚至好几次他们在中山区 这个特种行业里面 哇 发生好几次的火拼 好 那我们就讲到竹人帮雷堂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 雷堂的竹苗分会会长也被少了 那其实竹人帮 为什么他竹苗分会会被少呢 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竹人帮的雷堂 他们的过去最早期的根据地 向来是在苗栗 对 为什么是在苗栗 那是因为他们的帝人帮主 在民国七十几年 设立帝人帮主叫土壤林 那我们外界大家都叫他土哥 那他在当地创立了竹人帮雷堂 可是有个特色 这土壤林他本身在还没混帮派之前 他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武术高手 还曾经当过这个博级 自由博级的博级教练 对 博级教练兼国手 那好 他开始混帮派之后 在当然混帮派之前 他还有一段历史很特别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警政署的保一总队 那当然要教原警博斗技术 格斗技 他还曾经在那边当过教官 其实还有很多不少现在年纪比他资深的警察 都还是他教过的徒弟 他教他是一生老师或师父 可是他进入了这个创立的雷堂之后 他又觉得既然混兄弟 我们一定要有战斗力 要有战斗力一定要练武术 要会打 对 所以全国大概所有帮派的堂口里面 他的堂口最特别 那时候就真的是设有雷台 设有这个所谓训练室 就是大家在里面训练 该学台拳的学台拳 该学散打的学散打 该学搏击 学搏击 就在里面 他们自己由他当教练 一个一个训练 所以后面雷堂站立墙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后面还成立了这个雷战队 什么叫雷堂战斗队 雷战队 那这个雷战队 就是专门出去处理事情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线的快打部队 所以雷堂的这个战斗力 向来是在竹联邦里面 第一个他是竹联邦创堂 创邦的那个堂口 然后第二个他也是 我们讲说是轻卫队 帮主轻卫队 那我们就看到了 可是图让林 其实前几年 就是因为生病过世 那生病过世的时候 你看 哇 那个在苗栗公馆出兵的时候 哇 那场面非常大 也是好几百辆兵士轿车 送上队尾 把整个苗栗公馆的路 都塞满了 地方盛世 那当然 雷堂他下面 他训练出很多徒弟 那我们看到这个 那个张华帽 是过去 也是他的打手 打手之一 好 那还有你看 最新一代的堂主 林立腾 这么年轻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林立腾 跆拳道国手 台湾师范大学的 跆拳道代表队 校队 那也拿过全国金牌 那年纪轻轻 在新店那边 把雷堂 又重新的这个绅士 换起来之后 他每次就带头打 他每一次亲自 他都冲地线 那所有小弟跟在他后面 甚至那时候 还包游览车 载着所有小弟 到人家堂口去 亲门踏户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看 雷堂在整个竹联邦角色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打击部队 在南韩非常知名的 这个JYP经纪公司 如果你印象有的话 包括像 Nobody的Wonder Girls 包括有周子瑜的TWICE 都是他捧红的 好 这么崇高的地位 的这个JYP的公司的老板 现在被指认说 他就是邪教的传教者 还说 这个邪教的传播的过程里面 导致多年前 死的300多个人 四月号 他是背后的藏镜人 对 谈到补诊勇 大家对他的印象 就是韩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JYP的老板 那JYP旗下 有我们熟悉的 周子瑜的TWICE 那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艺人 算是非常非常厉害 视力很庞大 那这一次呢 这个补诊勇 被韩国媒体爆出这个料 是什么样的 因为之前有个传言 这个在民间传言很久 就当年四月号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呢 背后其实有个邪教 在操控他 那个邪教叫救援派 那补诊勇呢 基本上他曾经宣称 他是无神论者 就是我没有信任何一个宗教 可是呢 为什么会跟这个救援派扯在一起呢 原来救援派的大佬 叫做余炳 那余炳呢 那余炳呢 是补诊勇太太的叔叔 有亲戚关系 对 算是亲戚非常的close 然后呢 流出来的影像呢 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其实呢很多次 办类似这样的一个 宗教的聚会 对 传教会 然后呢 这个爆料者说 这个就是补诊勇 帮救援派 开传道会的证据 而他在救援派呢 其实已经名列 传道士 已经在传授这个宗教了 然后呢 据说这个在场的人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大咖 他叫裴永俊 裴永俊被拉去帮他传教 裴永俊也在里面 而且呢说 补诊勇呢 每次传教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时也是氏月号 这个公司的这个大股东 传的股东 对 编辑村 也跟他在一起 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余炳 也是氏月号这个传东 也是传的股东 他是当时的老板 那也身兼这个邪教的负责人 都是邪教 都是氏月号的股东 就邪教的教主 就对了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第一个 因为氏月号是韩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死好几百个 所以JYP股价 啪 消息出来盲碟 那裴永俊就跳起来了 他说 其实呢 对不对 我虽然宣称过我是无神论者 但是我绝对不是邪教的传道者 你们这些造谣的人 对不对 说什么我今天在这个传教 都没有这回事 可是你被拍到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救援派的人 他说我基本上呢 只是出钱出力 在传另外一个教的福音嘛 对不对 那所以跟救援派 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诬赖我 对不对 那他甚至还对韩国媒体说 你们报这个料 我要追 这个就是保留法律最速权 到时候如果发现你们是造谣 我一定告到底 他有证据可以代表媒体造谣吗 但是呢 韩国媒体呢 也不甘示弱 他就把录音档整个 撲到YouTube上 然后呢 让韩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录音档里面呢 补真勇有在里面说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有天堂也有地狱 但是我不会去地狱 我希望早点死 我希望早点死去天堂 然后呢 他又把这个在现场呢 讲得非常的慷慨激昂 那慷慨激昂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说 这个有唱圣歌啊 又怎么样 对不对 他意思就是说信仰这种东西呢 来了就来了 那这个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容器嘛 来了以后呢 他就会成为一个信仰 那我们一切都是这个上主给予的 然后呢 他就开始说 如果呢 今天同时有天堂跟地狱 那我相信呢 这个我不会去地狱 对不对 他同时是存在的 那我也是存在的 所以呢 我叫做补真勇这件事也是存在 他讲了一大堆这种 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 你录音档 最后的重点就是告诉你说 我一定会上天堂 我绝对不会去地狱 然后跟在场的人来分享 他尽可能接受到这个灵性的一个 这个呼唤跟诉求 是 然后但是呢 这个录音档出来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那你为什么 常常讲自己要早点死呢 对不对 你那么有钱 你现在那么有势力 你没事这样讲 感觉好像怪怪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录音档呢 也不能证实 他就是救援派的人 对 现在目前呢 双方呢可能呈现这样的一个僵局 因为救援派 原来创立救援派的这个教主 就是于炳燕 他其实在4月号 出世之后两个月呢 他就离奇的死亡了 蛤 为什么 对 那当时呢在我的一一来到来 为什么4月号给人家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 好 第一个 就是说 4月号呢 死了300个人 对 死了300个人算是韩国近年来 2014年 最大的这个船内 很多学生在里面 对 大家觉得非常的难过 就非常难过 纪录片 当时有个 后来有个纪录片去拍了4月号整个这个过程 然后找出很多奇怪的疑点 为什么奇怪的疑点 就是觉得当时不论是你救援的SOP也好 还有呢 船上面的船长 还有船员的这个身份也好呢 在在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网友就把它连结起来 这个船就出去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 4月号为什么会跟这个救援派成长关系 是因为呢 4月号当时的船长也好 船员也好 都是救援派的人 对 再来 余秉燕是4月号的老板 然后呢 隔天的时候呢 刚好人穿港大雾 雾很大 所有的船都出不去 只有4月号强行载着300个学生出海 是 对 那就很奇怪了 你没事出海干嘛 对不对 那反正 他就说 因为船长觉得可以开嘛 对不对 再来就是我跟你讲那个疑点 上面的人 怎么都是救援派的人 对不对 幾乎都是他的所谓的教徒 再来 4月号翻覆出世之后呢 船长下了一个奇怪的指令 你们这些学生 在船 待在船上不要动 等待救援 结果船长自己落跑 对 结果船长自己落跑 那死了很多人啊 再来 補警惠呢 那个时候呢 整整7小时成了神隐少女 不见 结果你知道 通常发生这种大事情 国家领导人不见的时候 人民就会觉得很奇怪 媒体也会质问你 对不对 就有传言 因为補警惠一直都不讲 他这7小时到底在干嘛 对 然后结果 这个7小时呢 就有人传言说 你去打美容针 结果就在那边 对不对 就是自己爽歪歪 忘记 四月号是一个大悲剧 对不对 但是后来有一个可怕的传言是说 他其实当时呢 正在祭祀 而且会在拜拜 对 正在拜拜 正在祭祀 为什么呢 因为四月号事件 这300个人很可能是 活人献祭的祭品 天大的阴谋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要扯到永生教的教主 叫崔泰敏 崔泰敏跟補警惠呢 其实关系很非常的密切 为什么 他的女儿叫崔顺石 这个跟補警惠 闺蜜 后来闺蜜们 補警惠现在被判了24年 都跟他们有关系 那崔泰敏呢 就曾经讲什么呢 他说他跟補警惠 是精神上的伴侣 我们是夫妻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心灵导师关系非常非常非常的密切 结果呢 崔泰敏呢 就是这个永生教 就是佛教 基督教跟天主教 三合一 由他自己创立的宗教 所以当崔泰敏过世之后呢 不仅会可能 这个是传言 就是一直觉得怀着一种 崔泰敏可能会复活的一个感觉 所以用活人献祭 所以这300人就有传言说是 活人献祭是献给崔泰敏的 为什么 刚刚好那一天 翻覆 船翻覆那一天呢 就是崔泰敏二十周年的忌日 希望说他可以复生这样子喔 对 刚好就是忌日 就觉得 哇 好可怕 这个传言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 蛮刚好的 但是呢 网友说我还是有所本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来看 1974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你看 当时呢 海军新兵的船出海 159人死亡 葬身海底的157个人獲救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有没有300人 有对不对 围瑶对不对 再来过了20年 1993年 差不多19年20年的时间 对不对 西海渡轮 上面一直载了一堆少男少女 也是在沉默 也是300人罹难 你说这两个案子都是活人献祭 你看 1974 1993 2014 他总共每隔19年 每隔20年 好像就会来这么一次 好刚好 为什么呢 因为网友也说 因为韩国呢 这个风水学上有一种所谓的一个传说 就是 就是你要让这个殷尸正煞这种感觉 就是你要把 你要把这个上在上里 活人献祭 然后让这个 让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效果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个呢 一切都是传言 只是大家觉得太巧合了 再加上补警会 除了消失7小时之外 当时呢 紀錄片也显示一件事情 事情发生的时候 理论上 我所有的船只应该 砰就要出海去救援 去救 赶快救回来 你动员各种资源 黄金72小时 甚至在海上 你不用等到72小时 你24小时内就要救人了 不然的话太可怕会失温嘛 对不对 没有 第四天民间的船只才三宇搜救 全死光了 对 那你这样 你说这种很奇怪 而且呢 不仅会在后来呢 对这个四月号这个翻残事件呢 发表的演讲呢 也显示了一件事情 他讲了 里面有一个话被抓出来 他说我们铭记 学生们高贵的牺牲 牺牲喔 不是说我今天这个感觉非常的难过啊 这个我们要这个痛疹啊 什么有的没的都没有 请问一下 牺牲这两个是代表什么 学生是受难者 他们是被害者 不是被牺牲 对 他们是为谁牺牲呢 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就觉得 哇不仅会 你这句话是不是代表 这个跟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些传说 好像是相关的 当然这些从头到尾 都没有这个相关的证实 只是很多人把他抓出来 哇这个传言把他连结起来 好像实在有恐怖的巧合发生 所以也难怪你说 不仅有跟这个传言连在一起了 他当然会跳起来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的公司 第一个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第二个呢 他其实之前就否认过了 那现在又被把他抓出来弄一弄 难怪呢他会跳脚 但这个事情呢 接下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韩国的民众 不只韩国民众关心 我们也都相当的关心 孙悦过世了 享受87岁 而这间艺人冯寶 还在动了脑瘤 希望他身体健康 总是带着和蔼口气呼吁戒烟 永远的老朋友孙叔叔不敌病魔 87岁人生画下句点 好友张晓燕在脸书黑底白字写下痛 余晨庆也说孙叔叔走了好难过 胸口梗了一股浓浓不舍 一人好友一片哀痛 孙悦三月因胆管结石发炎住进台大医院 之后又因败血性休克印发急性肺阻塞 专家呼病房急救 一度病情传出好转 但最后却因为重复感染败血症 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少了一位天使在眷顾的大家 那当然因为孙叔叔其实从影 他其实从影到现在50年 有30年的时间都在做公益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他后来只见公益不见孙悦 然后聚抽二手烟 把这个公益还有这个戒烟运动呢 这个很好的风气带给了演艺圈 非常值得大家钦佩 那讲到孙悦他为什么会做公益 然后聚烟呢 其实孙悦很早就抽烟 17岁就开始抽烟 老烟枪啊 老烟枪当兵就抽烟 然后来台湾从话剧 然后演电影 但孙悦有一次是因为 送探到太北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当时去 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呢 他当时生了怪病 他当时想说哎呀算了 生怪病反正到太北这种落后地方 如果什么状况就算了 可是没有想到同行的35个人 最后包括医生在内的 三四个人都生病了 只有他没生病 就罹患怪病的人到了太北 反而没生病 他又看到了太北那个地方的人民 非常的疾苦 看到瘦小的小孩 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面 他当下决定要投身公益活动 决定当时给自己 虽然拍电影 可是一年有八个月时间 要做公益 那么他抽烟的事情呢 是因为一直讲都是老烟枪 一直到有一次呢 他拍完老末第二个春天 习惯性的拍完杀青戏以后 抽上一根烟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场看到三个年轻人 在抽他的二手烟 他觉得年轻人很无辜 他当时就决定了 不抽烟了 要拒抽二手烟 而且要强调要拒抽二手烟 就马上戒了 就把烟给戒掉了 当然那因为他 因为抽烟史很长段时间 因此2007年呢 他在做一个记者会的时候呢 在一个检疫的筛检的 一个活动中呢 他被撤出了 罹患了肺腺癌 当时就有了 当时就有了肺腺癌 那其实这么多年 其实孙岳叔叔呢 一直是很坚毅的一种生命力 几次因为经常 因为肺腺癌 痊愈之后 又肺阻塞 经常出入医院 但他就是非常乐观的 在面对他的这个生命 那当然这一次呢 是因为 又是肺阻塞进去 然后经过一个月的 跟生命拔河 终于87岁 但是他其实 子女孙子都在 都在身边 也就是福寿双全 那我们讲到 孙岳孙叔叔走了呢 其实有想到 其实2012年 陶大伟这个 跟孙岳最好的拍档 陶叔叔 我们陶叔叔也走 陶叔叔当时也是肺癌 陶大伟陶叔叔也是肺癌 都是肺癌 那陶叔叔70岁 那陶哲的父亲 那也是 当年 《众议》的铁三角 小燕姐 对她们三个人 现在看到小燕姐 还在发文痛 那现在剩下小燕姐一个 其实我们看到孙岳的 当时为什么 在众议圈 叱咋众议圈呢 其实孙岳孙叔叔 他最早是 我们讲舞台剧 到台湾来演电影 1969年 杨子江风云 跟这个李丽华演的 这个左寡妇 两个一个正反一个反派 非常的轰动 孙岳早年都是演反派 因为他当年的这个 这个孙叔叔的长相 不是帅哥 有点有点黑黑的 鼻子很大 大鼻子 都是演反派 当时是反派的专业户 他演反派赚了非常多的片酬 而且片约非常非常多 但也因为演反派 孙岳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女儿后来女儿上学了 女儿小学 大家说你爸爸是演反派的 都唾弃 爸爸是坏人 坏人 不让爸爸送去到学校 还要很长一段距离 不能够接近学校 不敢像老爸了 孙岳当时就很沮丧 他赚那么多钱 然后可是小孩都 因为他这个角色而怕他 他几次有 而且他觉得 后来生命很没有意义 因为都在演各种反派 戏非常多 他有几度想亲生的面子 坏透了 对 可是后来因为这种情形的 让孙岳在中年四十多岁 进入电视圈来 综艺节目来演喜剧 当时跟张小燕 在白家里组织的 银河玄宫里面演喜剧 后来又有小人物狂想曲 是跟陶大伟 然后夏玲玲演短剧 这种短剧有充沛的生活历练 然后用小人物的这种短剧 风靡了 风靡了这个电视圈 当然后来进一步的 孙叔叔说故事公式的 那还有后来又 陶大伟又怂恿他们出唱片 然后孙小毛 孙小毛不偶 然后他们又演了很多快乐的电影 当时张小燕孙岳 陶大伟三个 因为还有跟孙小毛 一起演了很多快乐的这种电影 一直到83年 我们之前讲过 搭错车改变了孙岳 在影坛上的一个分量跟地位 因为黄柏明他们要做搭错车 于堪平导演 就让当时决定 要让这个演反派的孙岳 来挑两眼这个老兵 雅巴叔叔雅叔 结果后来这个演技 又让得到了金马奖影帝 那也因为这个电影后来孙岳 又拍了老末第二个春天 海峡两岸 都是老兵专业户了 等到他拍完了两个游戏将之后 就决定不演了 不演了 然后要专心做公益了 那其实因此呢 我们看到孙岳孙叔叔 87岁的高龄 离开我们 但对台湾的电影圈 当然金马奖影拿过 中天成就讲了 对我们电视圈 众议圈 都留下了非常大的一篇的这个神采 那是我们永远要怀念的一个巨星 当讲到其实任何人 不要说艺人了 年纪大了 身体就会出现状况 孙叔叔 陶叔叔 都是如此 那我们最近在发现在香港 也有一个这个新闻 就是冯宝宝 这个不老的宝宝 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冯宝宝女士呢 63岁 诶 动手术了 他因为去年发现在额头的上面 长了一个静脉血管瘤 在额头的这个部分里面 长了一个血管瘤 那隔了一年 因为他现在住在 马来西亚的冰城 他在住身体健康了吧 因为今年3月动手术了 他为什么隔了一年才动手术呢 因为这个静脉瘤长在额头这个部分 那宝宝因为他现在还要 还有演戏的 他怕这个地方影响他的这个观瞻 等到他在吉隆坡 等到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在做外科的这个美容医生 回来了以后 他才让他操刀 现在这个静脉的瘤呢 拿掉了 而且这个表面呢 也都没有任何的 留下任何的疤痕 所以今年的3月 动完手术之后呢 冯宝宝就出来 开心的在冰城走秀了 63岁走秀 因为他去年大陆走过一次秀 就走上瘾了 这次走秀呢 是他的动手术 静脉血管瘤 动完手术之后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健康了啦 对 那讲到冯宝宝呢 这个不老的宝宝 六十三岁 三岁出来演戏 同心嘛 也是六十年的 六十年的这个 大家记得八年代 他来台湾演过 杨贵妃西施 拍过几档 还跟梁丽花演过歌仔戏 《洛神》 对 先讲冯宝宝小的时候 你看冯宝宝小的时候 这么的可爱 他被称为东方版的秀兰邓普尔 秀兰邓普尔是谁 就是美国好莱坞 一个小同心 好精致 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秀兰邓普尔 当年他跟林黛这个合照 林黛是他的干妈 林黛当然会来自杀身亡了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从小在我妈妈的 梳妆台下面 就看到我妈妈有一张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他跟林黛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他跟林黛的合照 在当年六零年代 在很多的家庭里面 都存有这张照片 美丽的表情 为什么 因为都希望生女儿 能生这种女儿出来 而且林黛有张大明星 所以我妈妈的梳妆台下面 就有这么一个照片 我也看过 你看过这个照片 那当然这是他 从小拜林代为干妈 我们讲到冯宝宝 你看 三岁就开始出来拍戏了 冯宝宝他的身世 其实有点坎坷 他其实 他成长在一个很好的家庭 但他后来这个家庭就破灭 为什么呢 他的父亲冯峰 这是个香港导演 妈妈是一个乐剧明令 姐姐叫冯素波 在这边 也是个明星 好啦 那你看冯宝宝应该是出生在 一个很好的家庭 对不对 但他从小三岁就开始 印象呢 就在摄影棚度过的 冯宝宝小时候的童年 就跟我们 《众议大姐大》 刚讲的张小燕 小燕姐很相像 小燕姐小小年纪 十岁左右 德国世界亚洲影展的最佳童星奖 那冯宝宝就是香港 台湾的童星 张小燕代表 香港童星就是冯宝宝 代表 三岁就开始出入在摄影中 就被抱着 从A棚到B棚到C棚 到处演 在睡觉 睡醒了 就跟我们小兵兵一样 睡醒就演戏 演完戏就睡觉 就那么会演戏 那么的可爱 好啦 刚讲爸爸是导演 妈妈是乐剧明令 应该是很不错 对不对 结果后来发现了一个晴天霹雳 等他懂事的时候发觉 他第一个挫败是因为 他从小那么小 当时赚了钱 一个片酬就有两万块港币 当时两万港币 可以在香港的广播道 买一栋房子 可是他的所有的钱 都被他父亲拿去赌博赌书了 所以他从小没有任何存钱 就被爸爸拿去赌钱了 等到他开始慢慢有了 这个长大 开始知道了事情之后 就发觉 所以我的片酬呢 全都被爸爸赌输了 他非常不高兴 好 再来 父母亲要离婚 争夺抚养权 当时他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他16岁的时候呢 就跟萧芳芳一样 因为当时 其实香港有个七公主 我们先讲 当时有七公主 七公主呢 大姐是冯素坡 她的姐姐 她姐姐 其实当时以为是她姐姐 根本不是她姐姐 也不是她姐姐啊 因为她爸爸也不是她亲生爸爸 那她还不知道 那萧芳芳 陈宝珠 冯宝宝最小的 还有薛家燕 你看 其实在七公主里面 冯宝宝最小 最多大家疼爱的 她的童年青春期 怎么样晴天霹雳呢 第一个 片酬没有了 被爸爸拿去赌博了 第二个 父母亲要离婚 争够抚养权 第三个 她当时因为这种 没有赚到钱 爸爸要离异 她就要效仿 萧芳芳出国去念书 因为从小没念过书 甚至去拍戏 她决定出国去念书 正要出国深造的时候 发觉 爸爸跟妈妈要离婚的时候 发觉 她的亲生母亲出现了 要来认人了 说这个爸爸 都不是你的爸妈妈 我才是你的妈妈 爸跟妈都不是 她才发觉 哇她原来是她的养父 她整个晴天霹雳 可当时她要去念书 她没有钱 虽然是一个七公主 没有钱怎么样 她的影迷 凑了五千块港币 让她到英国去念书 所以她十六岁就去 冯宝宝十岁 刚讲最红的时候 在香港演艺圈 十六岁就出到英国去念 美术设计 念到 所以她的演艺生命中 第一个高潮 是她三岁到十几岁 是她第一个高峰 小童心冯宝宝家喻户晓 这个时候她就到 讀书去了 讀书去了 回来以后 1972年回来以后 她不做明星了 她做美术 开了一个美术设计公司 帮肖芳芳 肖芳当时 肖芳我们知道 秦翔琳的前妻 也是从美国念硕士回来 拍了电影跳灰 冯宝宝帮她去做美术设计 好了 做完美术设计之后 因为冯宝宝她演戏很棒 就被雅士 开始要创到她第二个春天了 雅士找她去演五则天 她是第一代电视剧的 五则天的代表 就是冯宝演的 70年代 五则天 因为五则天呢 被台湾的制作人 中华看上了 中华 之前讲过 跟林青霞也有一段情的中华 在香港少市 所以他们香港是旧市 都是香港演艺圈的人 后来中华回老三台来制作电视节目 要拍杨贵妃 对 就找了冯宝宝来演 因为冯宝演五则天 演得非常棒 加香港 红片香港 在台湾演杨贵妃 就来台湾演杨贵妃 好啦 那个时候就是我跟宝宝认识的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 民国75年 86年 冯宝宝第一次要来台湾演八点党 就开始认识了这个 我们心目中的永远的不老的宝宝 宝宝他的工作态度一流的敬业 非常战战兢兢 他还没来台湾拍杨贵妃之前 就先跟德宝公司来宣传电影 当时我就独家采访了他 跟他做了一篇访问 他已经开始准备了杨贵妃 可是那时候他还在拍 为什么呢 当时他在拍五则天之后 又接着拍雅士一个秦始皇 他演梦江女 跟刘勇演梦江女 都是大主角 大主角 后来拍杨贵妃 你知道当时开进的 我记得很清楚 开进记者会在华市举行 当时大家都说 当时大家 台湾当时有一批艺人都认为 香港的人耍大牌 港星耍大牌 就看虽冯宝宝 因为之前有湯兰花 什么一大堆 那他们越大牌 就越有人攻击他们 当时三点钟记者会要开 开始 五分钟前 摄影棚全部人standby了 经理演员都在摄影棚 布景前standby了 没有人看到冯宝宝 还没来 化妆室也没他 开天窗怎么办 很多人就在那边看笑话说 你看港星 因为他昨天晚上才 大牌 昨天晚上才到台湾 一定是睡觉 一定是不想起来 那你们等 你们等 反正其他的配角 什么都等 被看笑话说 配角先上了 五分钟都还没见 主角压周了 五分钟也没到化妆室 现在来也来不及了 化妆来不及了 三点钟开始要开进了 五分钟都还没看到化妆室 怎么办 没有人 我跟你讲 一分钟前 偏然出现在摄影棚门口 妆法早就好了 他来了 有专人 原来他在华市旁边的 国联饭店书画 然后坐车 短短的时间 从国联饭店开到华市门口 然后在华市门口 就进到了摄影棚 没有人知道 因为大家都在摄影棚里面 热闹热成一团了嘛 他在门口一分钟前 跟新娘一样 全部武装弄好了 大牌的排场 因为他的书画 全部香港带来的 他的专属书画 然后当时最棒的服装设计 孔全开 全部在他旁边 然后掺着他进来 一分不差 啪 走到总经理的中间 当时我们见到大牌 真的是大牌 是如此的这种排场 才叫大牌 然后当时他非常得体 开进讲的话 都非常棒 好啦 记者会一结束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直奔副控室 干嘛 检查刚才记者会的 这个那个 拍得好不好看 拍得好不好 结果那个副控室里面 有好多电视 对不对 一个正在放 几度夕阳红 是华氏昂党戏 一个是他刚才记者会的 他就马上问导播什么 说 怎么这个几度夕阳红 的光这么漂亮 我们怎么光这么暗 后来导播跟他讲说 因为人家是昂党戏 是现在做的 你这个记者会 摄影棚没有特别打光 只是记者会而已 只是个记者会 将来你拍戏 正式拍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打得很漂亮 这杨贵妃这部很好看 很轰动 当时的收视率是不错的 我跟他讲 当时闹双包 你记不记得 台式湯兰花杨贵妃 同一天上党 真的啊 杨贵妃外传 对杨贵妃 那结果其实拍拍拍 冯华差点俱眼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时中华 他请他来拍杨贵妃 是因为他当时还嘎秦始皇 他本来看好党 其实秦始皇结束之后 我就来台湾拍 三个月杨贵妃专心拍 可是后来又闹了一个 什么事件 我之前讲过 一代公主开天窗事件 当时大家就紧急上党 结果几度夕阳红 什么都上了 几度夕阳红一上 后面的杨贵妃就要提前了 就提前作业了 那冯华说不对啊 你们跟我讲 我现在还在秦始皇 还没拍完《孟江女》 重叠啦 还没拍完 我现在怎么可能提前来 你台湾拍杨贵妃呢 这样子我不行 我这样子 我秦始皇那边没交代 我杨贵妃也做不好 这种事情我不做 结果呢 你当时跟我讲的是 什么样的skedule 现在不对了 结果他们小语大意说 台湾现在八点党竞争到 如火如荼 你要为我们华世要想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 被一代女皇搞得这样 一塌糊涂 一代女皇也是武则天 当年你演过武则天 你要体谅一下我们 你要来复仇 都这样子乱 反正乱成一团 结果冯后宝一听 一被洗脑说 你们台湾怎么竞争成 竞争成这个样子 剩下电台搞成这个样子 好吧 贤命上阵 就两边嘎 就如其 杨贵妃里面 我跟你讲 他里面还跳五种舞蹈 宫廷舞 一丝不苟 而且他本身 对我刚讲他学过美术 他对于服装布景道具 他都有提供意见 他拍完以后 他对台湾电圈也很惊讶 因为他觉得当时 他觉得华世这个规模 是赢过武则天雅士的规模的 赢过香港的 所以他后来回香港很多人问他说 都觉得说你在台湾 怎么跑到台湾去拍戏 什么的 他马上跟香港的人说 你们不要小看 那边的环境 比你们这边强太多了 当时他觉得杨贵妃是比 香港武则天强的 了不起 所以杨贵妃之后 他又再拍了西施 又再拍了西施 他整个来讲 演变了这些古典的 这些名女人 当然这是他第二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之后 其实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他有演电影 提名过金马奖女配角 后来就传说说 宝宝怎么不见了 不见了 一段时间不见了 那就要讲到冯宝宝的感情了 冯宝宝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呢 赢再强是他到英国念书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金融才子 金融才子 英国念书 我们刚刚讲1976年前 年轻的时候 他年轻的时候到英国 就认识了赢再强 他回到香港 生了两个小孩 赵启忠 赵启正 就是跟赢再强生的 好 那结果呢 他跟赵再强的婚姻维持了八年 为什么八年呢 到后来 他们两个人无法沟通 每次他要跟赵再强 谈事情的时候 因为赵再强是个金融才子 就会奚落他说 我怎么跟你谈啊 你又没念过书 这么傲娇 我们的频率不在同一个线上 因为你都是艺术表演 那你怎么跟我谈呢 好了 这段婚姻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宝宝为什么会 第二段婚姻是嫁到槟城 嫁给一个翁赵泉 这个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也第二段婚姻 你知道为什么 他跟赵再强离婚的时候 这两个小孩监护权 是被丈夫抢走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冯宝早期去 刚刚讲 我们刚刚不是讲他离开 他当时十几岁的时候 要离开香港 去念书的时候 他已经有忧郁 已经有精神又忧郁了 因为爸妈要抢监护权 又没有钱 他又没有钱 精神有状态了 好了 签字离婚的时候呢 赵正强呢 就在他的 增养监护权的时候 就说他精神有问题 所以他得不到抚养权 所以他得不到抚养权 这两个小孩就被爸爸带走了 等到小孩长大了以后呢 亲子关系不能这么疏离的 他决定去马来西亚 陪他们 跟他们住在一起 去念书 他决定要放弃这边的演艺事业了 好啦 他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投资移民 他不能常住在马来西亚 当时就有一个朋友 给他介绍了这个 一个失婚的男人 是翁赵良 翁赵权 那这个男生 他们两个当时就 就还情投意合的 可是后来冯宝讲了 他当时嫁给他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 要照顾两个小孩 他希望取得拘留权 不得不 要跟小孩住在一起 他跟这个翁仙当时在一起 完全也是两个频率外的人 当时宝宝认为很好 因为什么 因为翁仙对他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他是 粤语片长大的童心 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两个生活 到后来只有 每天生活就是 吃好 今天好不好吃 睡得好不好 就这样子 没有感情基础 对 到了最后 两个小孩长大之后 宝宝终于 决定要离婚了 为什么 因为2014年开始 冯宝又开始有大陆 又开始有一些戏约 香港有戏约 又再次复出了 我们之前讲邵英 他跟邵英拍过一部 妈咪侠演邵英的女儿 要开始复出了 这个电影我非常感动 是宝宝近期的一个佳作 有闲就是任性 这次说买跑车好像跟车商瞧不容 他竟然开了这个车 就给他撞到展示中心里面去 那问题是 因此要赔更多钱不是吗 你知道这个车主姓 朱姓车主 四十几岁 他说他本业是土地开发商 土地买卖 有先的 但是昨天在下午 大概两点多的时候 他开车冲进了台中市 文兴兰路跟工艺路的 这间保时捷的专卖店 他车就这样 砰这样冲进来 大家一看到吓一跳 然后呢冲进去之后咧 他怎么样 还退倒车 还要再撞柜台 结果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后来呢 赶快被挡下来 他挡下来的时候 手上还拿着 车上预藏的这个十字号 怒气冲冲的 他想说业务业务给我出来 然后整个表情呢 被那个网友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呢 说你非常的霸气 超霸气 那你可以看到 他后来改口了 他说我不是故意撞的 我是为了闪红绿灯 不小心的时候撞进去 我其实没有要撞 但是他车上藏了一大堆东西 除了那把十字稿之外呢 其他车上还有油漆 还有一些什么 他准备来泼漆的 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你开的也是价值五百多万的 保时捷凯燕 而且还是白色的 非常漂亮 2017年1月他就订车了 那最近拿到车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呢 他本来花了五百四十八万 去订了一台Paramira 就是保时捷的跑车 差不多 新款的对不对 一百多万 结果除了五百多万的跑车之外 他还加装了一个 4D底盘控制系统管理 这个要价一百四十几万 你看 为什么要这个你知道 因为跑车加装这个 因为跑车底盘很低 加装这个之后 你跑起来有跟房车一样 舒适的感觉 比较不会那么不好做 只要一按个键 他就可以让你整个开起来 非常的舒适 然后非常舒适之外 你随便一个零件 要价就要十万不便宜 你知道吗 所以 他跟那个业务三令五声交代 拜托 这个只有怎么样 原厂才有 这个台湾没有零件 你不用说我帮你组一组也可以用 不是 你就整个原厂都装好 然后你就送过来 所以他前后加起来 付了七百多万 然后那个业务跟他讲说 这样啦 那个朱先生 你这个七百多万 你要先拿个两百多万订金给我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去弄 好 后来佩拉美拉到了朱先生的手上 朱先生一看 差点没昏倒 怎样 他是这样讲 他说我告诉你三令五声 我就是要装这个东西 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来呢 对不对 那我难道还有在重订吗 我在重订的话怎么样怎么样 等很久之类的 但是业务说没有 我们合约上没有这样写 对不对 然后两个人就两兆 这个争执不下 对 然后结果后来 那个 那个 保时捷这个店呢 就直接 给那个 这个朱先生 一个纯正信函 跟他讲说五天内 对不对 你要呢 把这个两百多万订金付 你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订金我们就要没收了 而且你本要付就对了 对 你就一定要付就对了 他说他因为这样子气炸了 才撞进去 对 但是 我们话说回来 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他特别的重要 据说啦 在保时捷的跑车界里面 这个装上去 才叫做 身份地位的象征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比装备比比 如果你多了这个 这个 他就赢了 你就觉得很厉害 花一百四十几万开这个 哇 好趴喔 对不对 所以呢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这个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 那现在保时捷也要告这个 租信车主 对不对 你以为你有两台保时捷也了不起吗 对不对 撞进来电子还是凯燕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告你毁损 告诉你 告你什么 对 坚决提告 反正怎么样呢 你用这种暴力的方式 这种充进去找人理论 就是不对的 那你有理也会变成没有理嘛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经过平交道的时候 我跟你讲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不去撞别人 别人可能不小心还是会撞到你 火车撞你 对 你知道为什么呢 这火车也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 因为为什么 三宝 你知道 这种就是典型的马路三宝 他开着一台 后面还站了一个他的房东 这个小姐 就四十六岁 直接开开开开 开到那个新竹香山交道 前面的火车平交道 他可能完全没有注意路况 你从这张照片来看就知道 这个平交道是贴着马路的 对不对 他基本上过去就是左转或右转了 所以说如果你前面有红灯的话呢 你是不是栅栏叮叮叮放下来的时候 你要停在平交道的前面 就不要过嘛 你就不要过嘛 结果没有 他可能那个时候 不知道是聊天聊得太开心 还是完全没有注意路况 他是已经 连叮叮都没有听到吗 就直接开到这个平交道中间的时候 才发现栅栏已经下来了 糟糕 就下来的时候 旁边那个火车气提升 感觉已经要到了对不对 他后面那个载的房东 然后赶快下去 赶快说去用手动 才把那个上来后抬起来 然后呢 你抬得起来才有鬼 你知道吗 结果他才下车不到三秒钟 你看 一二三 还在那边看那个炸来怎么样 砰就撞上去了 撞到了 就直接撞上去了 那影响层面 但还好 这个后座那个猪性女 后座那个女房东跑得很快 就这三秒之后 你看后面全部都被撞烂 火车也卡住了 火车也卡住了 这没办法啊 对 因为为什么 平交道是给火车过的嘛 你自己没有注意路况 被卡在平交道上面 这样子造成很多人 还好你命大 在那边聊天喔 对 还好你命大 不然的话你知道这个多可怕吗 这个如果真的拦腰撞上去的话 你就sayonara 直接say goodbye 那其实像这种小车 这种卡在平交道上的事情 在美国也有 美国这个还不是 我们一般这种小车子 卡车 你看 我们从这个画面看起来 你就知道多可怕 这种卡平交道的一个状况来讲 其实是最恐怖的 你看这卡车就直接这样 整个被拉过去 整个被拉过去 有没有 这么重的卡车 你都挡不住火车的 这个机车头的一个威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卡平交道 不论是外国还是在台湾 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我们经过平交道之前 麻烦停看厅 火车要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再过去了 不然实在太危险了 收医的手很巧 帮猫头鹰接翅膀 那可以飞上天 还与收齐无奇不有 英国一只只有几个月大的猫头鹰 因为翅膀受伤 而倒卧在伦敦的路上 一名路人发现后 将他送到野生动物医院进行移植手术 兽医先从死掉的猫头鹰身上取出羽毛 再小心翼翼的将羽毛一根一根移植到受伤的小猫头鹰身上 并用铁丝 并用铁丝 手术胶水 固定好位置 经过了两个礼拜的复原 宛如获得新翅膀的小猫头鹰 终于可以展翅高飞 回到野外生活 兽医的神乎奇迹 实在是令人赞叹 这只重获新生的猫头鹰 是属于一种叫 纵纹富小萧的鸟类 而它们在英国非常罕见 目前只剩几千只 正面临绝种的威胁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